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城市语言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城市语言电视教学的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所要播讲的主题是 流程控制的第二个部分 那就是回圈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将要主讲几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 我们将为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For的回圈 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部分 为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Why回圈 接着为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Do fire的回圈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 我们将为各位同学说明 回圈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基本上回圈的叙述 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我们称它叫做 技术式的回圈 就是所谓的For回圈 第二类呢 我们称它叫做前测式的回圈 我们称它叫化尔回圈 第三类呢 我们称它叫做后测式的回圈 也就是所谓的Do fire回圈 这是我们西以及西家家语言里面 有关回圈的叙述 那以下我们就先讲 今天的第一个部分 那就是For的回圈 For的回圈 事实上它是最广泛应用的一个回圈 它比它其他的这个回圈的指令 就要来得简单清楚 当我们很明确地知道 这个回圈的次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For的回圈 比如说 我们假设要知道一个值的 它的阶层的值 那要知道它的阶层的值 我们当然知道说 这个阶层就是从1一直乘 乘到那一个整数 所以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N是等于5 那我当然很清楚地知道 它必须要从多少 从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 只要这个For回圈 它只要条件成立 它就会怎么样 它会自己乘上 它自己减掉1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程式 去求得我们的这个阶层的值 那我们把这个程式 实际编译跟执行 你会发现它告诉你 5的阶层是多少 是12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刚刚这个指令来看 这个For回圈 它事实上是一个最简单的回圈 那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回圈 其实它是For 然后下面有一个重复性的工作 那它其实是相当于 FIRE括号条件 然后底下是什么 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 那这样的一个For回圈 有一点点非常的简化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 标准的For回圈的格式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For回圈 把它改写成为下一个程式 也就是我们课本上程式的 P3之14 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一样有一个FACTOR 有一个N等于5 那我们的For回圈写法就不一样 我们怎么写的 我们说FACTOR是等于1 这很明显是我们刚开始让FACTOR等于1 我要让N大于0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N大于0的时候 我就会去执行这个工作 然后每一次N会减掉1 然后只要在这个情境之下 FACTOR从1到N大于0 每一次执行一次 我的N就会减掉1 我自己就会FACTOR乘上什么 N 这个For回圈结束以后 它才会去执行Print F的指定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程式 我们先把它编译跟执行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执行的结果跟前面的程式 一模一样 还是120 所以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到底这个For回圈的小括号部分 我们是怎么样来使用它的呢 其实For回圈的小括号部分 是由两个分号来区分成为三个部分 中间的部分它是条件 什么意思 这个回圈只要条件成立 会一直的执行 那前面的部分是什么 起始的条件 回圈一开始 它会先执行第一个部分 那最后的部分是什么 增量 所谓的增量就是说 每执行一次回圈 它到底要让某一个指标 增加或减少多少 所以增量是每一次执行工作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一次增量 所以我们把上面的程式 仔细地来做说明 那第一个步骤是干什么 当然你刚开始执行这个For回圈 第一个步骤是做执行Factor等于1的指令 好了 接下来它就要来测试条件 在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步骤它先测试条件 我们刚刚程式的测试条件是什么 N有没有大于0 如果不成立 它这个回圈就不执行了 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N是等于5 它当然有大于0 所以它就会继续往下一步 那第三步就是说 如果条件成立 它就执行For回圈里面的什么 重复性动作 那我们刚刚是什么 Factor乘上N 对不对 那做完动作以后 我们就回头执行你这个N的指令 这个N的指令是怎么样 它会自己减掉1 所以它就会回头做这个N的部分 所以第五个步骤它会怎么样 它会回到什么 第二个步骤 然后一直重复的执行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你的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所以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这样的一个货回圈 是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的 要怎么样去执行我们的工作 那特别注意的是说 我们这个货回圈 它是前面的For 那后面有重复性的工作 然后才分号 所以你For后面的表示是 不可以再加上分号 否则它就是一个 什么都没做的一个货回圈 所以这是同学们不要误会的 那换句话说 它必须要重复性工作 执行完了以后 才可以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分号 那就是我们底下可以看得到 到底一个完整的货回圈 应该怎么做 那在电视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货回圈 它的分号结束是在什么 重复性工作 那这小括号里面 用两个分号来把它区隔成为 三个部分 初始的设定 结束的条件 跟每执行一次 它会做什么样的 增量的动作 好 我们如果说 万一我的重复性工作很多 怎么办 那我们就来看 课本的P3-15的程式 那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还是一个货回圈 可是这个货回圈的 重复性工作 有没有比较多 有它有两个指令 所以你要用什么 用大括号把它怎么样 把它给刮起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初始的设定是什么 count等于0 那结束呢 它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说 我们啊 count要小于10 那这个初始的设定 count等于0 还有一个什么 total也等于0 每执行一次大括号里面的指令 我的count都会怎么样 加1 每执行一次 我就count加1 那同学们特别注意 你是可以在分号的前面 用多于一个指令 然后用什么 0号把它给取个开来 所以假如有两个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程式 有两个以上的for 我们就形成了所谓的 潮状的for回圈 那我们把这个程式 先编译跟执行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详细地把执行的 每一个回圈的过程 统统把它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看得到 第一次 count是等于0 total也等于0 那等到count 当它等于3的时候 它已经把 这个total就变成等于多少 已经变成是等于6了 所以等于6以后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这样的程式 是可以把你的回圈 把它给结束掉 我们讲完这个程式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下 我们稍后再回来 我们回到节目里面来 假如同时有两个回圈的时候 那就会构成所谓的 潮状for回圈的指令 那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境 我们就用课本上的程式 P3-16来为各位同学说明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其实是怎么样 要去求每一个值 每一个整数的五次方 然后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for回圈 第一个for回圈是要加总 第二个内圈是要做什么 找它的五次方 所以这一个程式 你可以看得到 内圈它是在找它的五次方 每一个整数的五次方 外圈是把这些五次方怎么样 把它给加总起来 所以它的结果就会是 1的五次方 一直加到多少 加到5的五次方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程式 编译然后执行 那可以看得到 1到5的 1到5的五次方 它的总和 可以得到是979 那有时候 我们会碰到 你必须要多于一个 这个回圈 那也就是说 你的潮状for回圈 是不止两成三成 那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一般来讲 我们在城市里面 你使用越多的回圈 那它的城市复杂度就越高 那也就越容易出错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不应该 一昧地一直回圈下去 我们就应该研究 要怎么样改变 城市的写法 那因为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回圈什么时候结束 你的条件成立 它才会结束 那如果条件没有成立 它永远不成立 就变成一个什么 无穷的回圈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第一个部分 for回圈 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讲的是 wire的回圈 那wire的回圈要做什么 wire的回圈 它提供了判断 执行回圈的能力 它是可以把破回圈 简化为最简单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wire的回圈 那我们先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在荧幕上面 要显示出来 1到5的整数 那我们就可以用课本上的程式 p3-17这个程式 在这个程式 我们很简单 定义一个整数 i等于1 然后我们只要i小于5 我就把你的i怎么样 显示出来 然后它显示完了以后 它就会怎么样 自己加1 它自己会加1 好 我们这个程式可以做编译 然后执行 那你会发现 它会把i等于1 2 3 4 跟5 把它显示在荧幕里面 所以这个程式 我们其实 首先判断的是什么 i有没有小于6 那你的设定在哪里 设定在最前面 在定义这个整数的时候 它就已经把它设定好了 所以判断是不是小于6 那万一它不会小于6 它就一直执行这一个指令 所以回圈有一个很大的风险 是如果你这一个增量 永远达不到你的条件 那你永远会一直执行下去 这是同学们要特别注意的事 那从这个程式 我们可以归纳出来 一个fire的回圈的格式 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事实上fire的回圈 它很简单 它是怎么样 fire 然后小括号 后面有一个条件 那接下来就是你的 重复性工作 那换句话说 只要条件成立 它就会一直地去测试条件 一直地执行你的 重复性的动作 那如果条件不成立 它才会离开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例子里面 每次印出i以后 它就会怎么样 再加上1 然后i等于6的时候 你的条件就不会成立了 对不对 那不会成立 它就会离开 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假如说我想要知道 某一个正整数的阶层的值 那它这个阶层值实上是怎么样 n的阶层等于n乘上 n减1再乘上 n减2再乘上 一直乘到什么 乘上1 那换句话说 这个程式 我们可以用课本上的程式 三支18来显示 那我们在三支18里面 我们定义一个factor 等于1 n等于5 那只要n大于0 我们刚开始 n有没有大于0 有 只要n大于0 我的这个阶层值 就会自己乘上n 乘完了以后 自己n会怎么样 会减1 所以它可以利用 fire的指令 用fire的指令 可以直接去取代 我们前面的for指令 我们前面的for指令 有用到设定 我们前面的for指令 有增量 那我们现在把增量 写在这里 所以我们把这个程式 去编译 然后去执行 那编译执行以后 你可以看得到 它还是一样 5的阶层值 还是等于120 跟前面用for回圈 写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再看看 我们刚刚的程式 这个程式里面 你会发现 减减我们在前面的讲次 有讲到减减是在后面 所以你会先自己乘上factor 之后再做n减掉1的 这个动作 所以它不断地执行 不断n就一再地被减 每执行一次 n就会减1 一直到什么时候 n不再大于0了 那不再大于0就表示什么 它已经等于0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不再等于0 那这个重复性动作 会不会再做 它就不会再做了 那有时候 我们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重复性的工作 它不一定只限定于 单纯的一个工作 那换句话说 我的重复性动作 跟前面for一样 我很有可能是有好几个 重复性的工作 那重复性的工作 多于一个叙述的时候 多于一个叙述 那我们就要用什么 大括号把它刮起来 当这个大括号 刮起来 里面的所有的叙述 或者是指定 都是我们这个 fire回圈的一个什么 重复性工作 那我们这样 用下面程式 三支十九 来为各位同学说明 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这个fire的指令 这个fire指令里面 我们重复性动作 通通用什么 用大括号把它怎么样 把它刮起来 所以你把大括号 刮起来以后 就表示说 我只要这个条件成立 所有大括号里面 要做的事情 它通通都要做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它定义的整数 刚开始等于5 总和等于0 这个成绩等于1 好来 只要x是大于0 那表示什么 x等于5 对不对 那x等于5 它会逐步的怎么样 x会自己 每执行一次会减1 好 所以它从5会慢慢降 降到多少 降到1 降到0 降到0的时候 这个fire就会怎么样 不成立 好 那重复性动作 做什么 每一次 sum从0 会加上什么 加上5 所以每一次呢 product 就是这个成绩 会乘上x 好 然后呢 它就把它 每一次的执行 执行总共几次 从5 4 3 2 1 然后等于0的时候 会不会执行 不会 因为等于0 它的条件就不成立了 它的条件就不成立 好 来 那我们把这个程式 直接的去编译 然后我们去执行 那你会发现 1到5的和是多少 15 那1到5的成绩是多少 120 那我们呢 回到程式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个程式 我们用一个fire的回圈 然后有重复性叙述 就可以把1到5的和跟成绩 把它给算出来 那讲完这个程式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下 我们待会再回来 我们回到节目里面来 刚刚讲完了这个fire的回圈 可是有些时候 我们fire的回圈 会使用不止一个 这个时候 我们使用不止一个fire的回圈 我们称它叫做潮状的fire回圈 那这个潮状的fire回圈 我们就用课本上的程式 P3-20 来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在这个程式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个fire回圈 它fire回圈的重复性工作 用大括号刮起来 然后呢 里面还一个fire的回圈 那这样的一个fire回圈 最重要的目的是 在告诉各位同学 第一个 它这个fire回圈 里面是一个整数1 那代表什么 它永远都成立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例子 也就是告诉各位同学 如果你的fire回圈 括号里面 是一个永远都成立 那代表什么 它是一个无穷的回圈 所以我们在执行 这样的一个程式 只要有无穷回圈 那永远停不下来 它永远不会停下来 好 那在不停下来的状况之下 它执行哪些重复性工作 它执行了里面的 这一个大括号的重复性工作 那这个大括号里面干什么 第一件事情 它先希望你打进去 一个从键盘输进去 一个A到E的字母 接着呢 它会把这个字母离开 把它抓走 放到哪里 放到CH 然后判断它会不会等于D 如果会等于D 它就会离开 如果不等于D 它就会怎么样 不等于D 它就会执行这一个 大括号里面的这一个指令 好 那如果等于D 它会执行什么 这一个程式 这一个指令 可是就算执行完了 这个坏尾回圈 它离开了这个链圈的坏尾回圈 它还是回到外圈 外圈有没有成立 永远成立 好 那这个程式 我们最主要是要告诉同学说 那万一你碰到一个 重复性回圈 永远停不下来 你怎么处理 那我们会告诉你是用 control加break的指令 那我们接下来 来执行这个程式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执行 好 程式执行的结果 它会告诉你说 请你输进去A跟E 那假如说我打A 它告诉你说 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它要的是什么 小写的D 我打了D 没有错 它是对 可是它还是回到外圈 那外圈因为是等于永远成立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完蛋了 我这是一个无穷回圈 那无穷回圈 你也不用理它 我们只需要怎么样 按着control 按着右上角 有一个B-R-E-A-K 按着control break 按下去 它程式就怎么样 就停下来了 然后它就不会再执行了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技巧 因为同学们 在使用回圈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不小心 你就怎么样 变成一个无穷的回圈 在变成无穷的回圈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下control 跟键盘的右上角的break 按下去 同时按下去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离开这个执行的程式 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巧 让我们去了解怎么样 去离开一个万一不幸的无穷回圈 好 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个回圈 fire是不同的回圈 我们用不同的缩排 让你知道这是外层的 这是内层的 这是外层 这是内层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程式 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还是一样 跟刚刚一模一样 我们还是用一个 无穷回圈 在外圈fire 那内圈我们做什么 内圈其实很简单 内圈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程式 曾经讲过的 这个内圈的话 我们是在算什么 算阶层的值 所以也就是说 我外圈是无穷回圈 内圈你只要打进去 一个阶层的值 一个整数 它就会给你 一个阶层的值 那我们把这个程式 直接去编译跟执行 好 我打进去一个阶层的值 比如说2 它就告诉我 2的阶层是2 我打进去5 5的阶层是多少 120 它会不会停 它永远在这里 怎么办 control加break 它就离开了 它就强制的离开 这一个程式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 fire回圈 那今天节目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do fire回圈 什么叫做do fire回圈 事实上我们在前面 也有讲过 跟fire回圈 它其实是非常类似 那所不同的是 do fire回圈会怎么样 执行重复性工作 那执行一次以后 才会去测试你的条件 才会去测试你的条件 那for跟fire回圈不一样 他们都是怎么样 先条件为真的时候 才会去执行 do fire是不一样的 先执行一次 然后再来看一看 你的条件成不成立 那我们就用程式 批三支 二十二来跟各位同学 做说明 在这个程式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do fire do fire 它先执行 大括号里面的工作 先执行大括号里面的工作 执行完了以后 再来看看我的count 有没有小雨时 如果没有小雨时 那我就怎么样 没有小雨时 那我就会把它给 再执行一次 就一直的 只要这个条件成立 我就一直的执行 所以我们从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可以归纳出来 do fire的格式是什么 do fire的格式就是 有一个do 然后有一个fire 然后这个do呢 后面有一个大括号 或者是不用大括号 看你的重复性的工作 多不多 如果不多 只有一个 那就不用大括号 那fire后面括号是什么 条件 所以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这样的一个工作是 先执行重复性工作 然后再check什么 你的条件 那do fire 这样的一个回圈 我们常常使用在资料的输入 或输出上面 尤其在输入资料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提示 所以你提示完了 你输入资料 我才能够处理 然后才能做判断 所以我们把它看一下 课本上的程式 三支 二十三 那这个程式很简单 他为什么 他先告诉你说 请你先输入一个整数 好不好 输进来以后 我做运算 然后再看看 有没有大于零 所以很简单 先输入 我才能运算 对不对 所以很符合我们用do fire的 这个性质 好 来 我们把这个程式 做编译跟执行 他要我输进去一个值 那我们就输进去一个二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程式要求是 他必须要大于零 他就一直的执行 所以我的总和现在是二 假如说我输进去是一个负二 那他因为总和是等于零 不会大于零 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一个城市 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得到 这样的一个do fire回圈 它的重复性工作是用什么 大括号把它刮起来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不止一个指定的 那我们可以从刚刚的城市里面 可以归纳得到 同学们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的城市里面 我们的fire后面 是要用什么 fire后面是要用一个分号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do fire的回圈 至少会执行一个重复性工作 那fire后面用分号来结束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第三个部分 那接着我们来看 今天节目的第四个部分 就是回圈里面相关的问题 我们在这一讲 以及前面的讲次里面 有提到switch case 其实switch case里面 我们用到的是continue 或者是break的指令 那这些指令 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回圈里面 那我们就用下面这个表 三至二来做说明 在表三至二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break的指令 那break的指令 如果放在回圈里面 表示什么 我们会强制的跳出你的回圈 而且离开这个回圈 那如果是continue呢 他强制不执行 剩下的这个回圈里面 剩下的指令 而是怎么样 执行的整个下一个回圈的叙述 那表示说我会再去检查 看我要不要再执行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break就跳出来了 那continue就在重新的 在做检查 好 我们今天为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流程控制的第二个部分 那就是回圈 我们说明了for回圈 fire回圈 dofire回圈 以及回圈的相关的问题 那下一次将为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函数的第一个部分 那就是函数的定义跟制作 我们下一次再为同学说明 谢谢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